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 为我们详细的解读 晓辉你好 与兰你好 有报道说美国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贴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 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 更多的是对伊朗国家形象以及荣誉的一个侮辱 那么对此美国把伊斯兰革命卫队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 到底会对伊朗产生哪些影响 其实美国拉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样的一个行动背后 反映出美国一直试图在妖魔化伊朗的形象 而这样的一种政策的企图是试图影响当前中东两格局 我们看到美国不但指责伊朗支持恐怖主义 而现在又将伊朗的武装力量定义为恐怖主义 这样的一种行为是极大的影响了伊朗在地区的形象 而美国是把伊朗作为一个目标 作为一个靶子 希望更多的国家加入美国对伊朗施压的这样的一个围攻 而我们会看到在中东的棋局上 各方之间的力量的对比 以及各方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敌人的敌人未必是自己的朋友 而在当前我们会看到几个重要的国家 包括沙特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也是颇为微妙 有了伊朗这样的一个共同目标 可能更多的会使沙特和以色列放弃一些固有的矛盾 逐渐走近 而应对伊朗呢 防止伊朗在地区做大 也成为各方共同努力的一个总体的方向 而这样的一种政策呢 肯定会加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分歧和深层次的矛盾 而这样的矛盾的加深 恐怕会对中东地区的形势 以及美伊关系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美国拉黑伊朗伊斯坦革命卫队之后 就有分析说 这实际涉及到的是伊朗大约七分之一的人口 也就是美国把伊朗作为自己应对的目标 把伊朗作为一个妖魔化的形象 已经是一个既定的政策 而在当前呢 美国国内进行的一系列讨论的过程中 也不断有势强的声音出现 包括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在国会作证时 也没有放弃美国对伊朗动武这样的一个选项 所以说明了未来美伊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出现失控 而这样的失控呢 会对中东的整体局势 以及未来的走向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可能在特朗普的任期内 美伊关系不断的恶化 而在特朗普卸任之后 美伊要想再重拾关系 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任务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当前呢 我们观察美伊关系的走向 要看得长远 以及未来对地区的影响 伊朗外长扎里夫呢 也在近期批评欧洲国家未履行之前 暗期开通双边贸易结算机制的承诺 那么伊朗公开批评欧洲 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确实观察到呢 美国对伊朗不断的施压 拉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而在此时呢 伊朗把矛头对准了欧洲 要求欧洲履行承诺 并且呢 对欧洲的一些政策表示不满 其实这反映出的是 当前呢 伊朗仍然把欧洲 作为自己应对美国的挡箭牌 对于伊朗的核岛力量的发展 尤其是当前 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 中东格局的发展 最宽切的国家呢 其实不是美国 而是欧洲 欧洲更加担心的是 伊朗发展自己的导弹力量 可能未来会对欧洲 构成更加现实的威胁 而欧洲呢 也在极力维护伊核协议 防止伊朗呢 进一步的发展自己的核岛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伊朗呢 试图施压欧洲 让欧洲与美方来进行 政策上的沟通 保证伊朗当前不要面对 来自美欧的共同的压力 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呢 对于伊朗来说 伊朗需要应对 一系列现实的威胁 包括美国拉黑 伊朗伊斯坦革命卫队之后 可能跟进的 一系列的制裁的措施 伊朗要做的是止损 而此时呢 欧洲要进行的一系列 经济金融方面的安排 对于伊朗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拉住欧洲 有利于伊朗 解除当前的困局 好的 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